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的路 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和著名电视制片人李军 联合倾兴制作的三腿精神觉醒运动调查的纪录片 4亿人的觉醒全球首映式 已于9月17日在纽约台湾会馆举行 全场200多个座位坐无休息 纪录片总长两个多小时 但中途几乎无人退场 大家看得聚精会神 会场多次爆发热烈掌声 民主人士 企业家 律师 刚从中国大陆来美的中国同胞 三退义工等各界代表 共200多人观看了纪录片 在谈观后感时 他们说被这部纪录片深深震撼 该片配得上国际大奖 影片的最后提出了全民三退的倡议 电影刚放映完 就有多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 包括两名加入过少先队的小朋友 当即举手或上台 表示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马上登记他们的名字 填写证书 退党中心主席易荣 当场向13名观众颁发了三退证书 全场观众看到这个感人的情景 再度爆发热烈掌声 向这些觉醒的生命 表示祝贺 2004年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 就凭共产党引发三退大潮 20年过去了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统计的三退人数 已经突破4亿 有些人对此表示惊讶或质疑 导演李军历经三年的时间 调查了来自欧洲 澳洲 美国 台湾 香港 已经中国大陆的 十多位一线的三退义工 采访了多位历史专家 学者 资深媒体人 以及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普通员工 用影片揭开了一段历史 让人真实地看到 感受一场震撼人心的 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影片通过两条线 一条是专家深入解析九评 让人更清楚地理解了 为什么九评会引发三退大潮 为什么中国人一定要退出 中共的党团队组织 另一条线展示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大陆的三退义工 如何从2005年开始一直到现在 克服重重困难 甚至是被迫害和死亡的威胁 传九评劝三退 其中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 让人感慨万千 受访的第一线三退义工 有中科院的高级知识分子 也有企业的普通技术人员 有大学的教授 博士 也有私企的老板 有中共的地方党委书记 也有海外中文媒体的记者 网红 他们用自身的故事和经历 让人们去真实地了解了一段历史 影片的最后提议全民三退 希望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够退出中共的党团队 在首映会上 导演李军说 他自己在现场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 速度落泪 他说这是他做的最艰难的一部片子 他遗憾无法把所有的采访都用上 整个采访下来有四五十个小时的采访 他们给我讲的故事 绝对比这要震撼很多 好多时候我都被震撼的在那哭 李军说 他希望大家透过各种途径 广传这部影片 这是一段一定会让后人牢记的历史 大纪元总编郭军女士 和大纪元精英论坛主持人石山说 这部影片把他们的思绪带回二十年前 2004年11月 《九评共产党》在大纪元发表后 第一个月就往中国大陆运送了数十万本《九评》 退党保平安在中国人中开始广为流传 深入人心 也是现实中的名正 《九评》发表不久 全球就举办了近万场《九评》研讨会 退党义工们不畏强暴和困难 默默地做了近二十年 他们有神助 并以身神合一的境界劝三退 让人感受到他们最善良的一面 他们的善念在这个黑暗的时刻 激励着这个社会 激励成千上万 向往光明的人们 在此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和表达深深的谢意 原中国人权律师吴绍平说 很荣幸能成为第一批观看电影的人 退党义工是无名英雄 默默付出和奉献 尤其在中国大陆 中共统治下的环境十分险恶 发真相资料 真相笔 劝三退 可能会立即被中共投入监狱 三退义工艰苦卓绝的努力 唤醒了许多中共国的人 让越来越多中国人 让全世界认清中共的邪恶 最深民运人士 独立作家李国焘 在现场接受采访谈了三点 他说 第一 我为讲真相和劝三退的义工喝彩 他们非常了不起 他们是当代中华民族的良心和英雄 向他们致敬 向他们学习 李国焘接着说 第二 影片提出要把三退运动推向全中国 要全民三退 这是时代最强音 第三 所有关心人类命运和中华民族命运的人 无论是民运人士 威权人士 基督徒 都应该向退党义工学习 他们能够一心一意 无私无愿地付出 是我们的榜样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程立群说 两个半小时在这里静静地观看 都没有觉得时间漫长 感谢退党中心和李军先生 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精神饗宴 陈立群说 从影片中看到退党义工 在二十多年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内心非常感动 这个片子配得上国际大奖 陈立群说 他为那些逝去的人 被消失的人洗倒 希望神保佑他们 我们要记住共产党的罪恶 不能够让他还有二十年的统治 不应该让退党义工再承受这么大的苦难 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 退出中共 保平安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律师 承闯创说 如今死心塌地 跟着中共的人已经不多了 影片中 三退义工劝退的对象中 有前巡长 中共驻外大使 610办公室的官员 公安等等 但这些人有多少是真心愿意跟着中共走向死路 无非就是想占个便宜 他说 希望看到所有中国人觉醒 脱离中共 陈闯闯说 过去共产邪灵屠戮中国人的100年来 只有法轮功学员这个群体在过去24年 完成这么长时间的集体反抗 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个团体 未来应该有信心 不需要法轮功的朋友们在抗争24年 才能够看到中共解体了 原中国高中老师翟德云说 共产党的邪恶是在人间绝无仅有的 他是附着在人民身上的吸血鬼 所以才会让人们有这个决心 付出这样的艰辛 甚至生命去劝人脱离他 翟德云非常支持中国人 全民三退 不说建国初期饿死了多少人 斗死了多少人 就说现在的水灾 河南郑州的水灾 河北浊州的水灾 新疆的大火把银风控被困在楼房的人活活烧死 那样不是中共杀人的武器 从空气到食物 一个这样的国家 这样的政权 人民有什么爱他的理由 他有什么理由去统治这片土地 华人Gary说 希望开创更大的局面 四亿人三退是里程碑的丰功伟绩 但是我们还任重道远 我将会更多支持退党义工 希望三退运动取得更大的成绩 更多的人觉醒 获得新生 今年五月走线来美的华人代表陈伟杰说 向往的未必是天堂 逃离的一定是地狱 他选择了逃离黑暗 走向自由 他就是要与中共说的反着做 我就是要消耗中共的资源和财力 这也是灭共的行为 他希望中国大陆的同胞都能看到这部影片 这部片子能在中国大陆广传 在观看影片后 现场三退 领取三退证书的流传说 在我们睡小孩的时候 共产党就给我们洗脑 就像激励组织 让小孩做人肉炸弹是一个道理 我今天在这里声明退出 共青团和少先队 虽然我不再交团费 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声明 我的精神和灵魂都已经退出了这个邪恶的组织 今后我也会把劝人退出共产党 作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毕业于中国对外贸易大学 来自上海的焦瑞玲说 在中国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共产党制造谎言 让人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知道它从身边的人 那你拿到了翻墙软件 到了美国 我了解了更多的真相 我了解了共产党的邪恶 所以我今天要退出它 共产党是一个使恶不赦的组织 我希望全中国人都能觉醒 因为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觉醒 包括我的同学 朋友 家人还是处于被洗脑中 他说他会身体力行传播这部影片 让更多中国人看到 来自中国辽宁 看完影片后 当即举手表示三退的王先生接受采访说 三退义工付出很巨大 但是无论多大的压力 我希望他们也要继续做下去 因为还有很多很多人需要拯救 他们确实是在拯救中国人 拯救全人类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4亿人的觉醒纪录片 近期将在干净世界独家网络供应 我们也会在退党.org 及时更新纪录片供应的信息 朋友们 请勇敢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为您的生命选择美好未来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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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